哈喽大家好我是藏君 记得今天年初呢给大家解说了中年马力苏恋爱古装大剧《上阳赋》 这部剧不仅让很多同学得了大女主PSD 在豆瓣上呢也拿到了5.9的低分 我以为资本看到了群众的反馈 应该就知道什么题材可以直接放弃了 不过没想到他们头这么铁 不见豆瓣3.8不落泪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看看这部看起来好像有点东西 但其实东西不多的中年爱情古装历史大剧 大名公啊不大宋公词 故事并不是架空的 而是设定在北宋年间 此时的皇帝是赵光义 就是著名历史事件俯身主因里面 除了赵光义之外的另一位参与者 话说皇帝老赵早年间受了剑伤 但是一直没治好 就这么一直拖着拖成了慢性病 眼瞅着好像是要不行了 而且虽然他有三个儿子 但是却不知道该让谁当下一任北宋总统 毕竟选积身人这么重要的事 肯定得非常严谨才行啊 谁先生儿子啊谁就当皇上 咋的你们老赵家的皇帝主要看的是繁殖能力吗 其实老赵心里是有数的 他一心觉得三儿子小赵最适合当皇帝 于是老赵就瞅准了小赵王非快生的时候 发了这么个申旨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粗暴直白的暗想操作了 这别的皇子知道了当然就不开心 下课之后还悄悄的说老赵和小赵的坏话 父皇自幼喜欢三弟 你又不是不知 我还真不知道你爹怎么能自幼就喜欢小赵的 合着这老赵跟小赵他们不是父子是发小呀 人家老赵这边一门心思为小赵铺路 但是小赵就好像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不领情 正好边境失手 小赵就顺势领兵出征了 某天金城里突然发生了地震 代产中的小赵王非就在地震里也艰难的生下了第一个皇孙 而且这个金城跟边境可能是在同一条火山地震带上 这边金城地震 千里之外的边境也得跟着一起摇摆 就因为地震而掉下了悬崖 不过大家都知道 一般古装剧的悬崖都是拉近男女感情的工具 那绝对是摔不死人的 果不其然 小赵就被一个叫刘娥的女人给救了 这个中年 不不这个年轻少妇就是我们的女主了 虽然她是个结过婚也小产过的难民 但是她又有文化知识又会刺绣点茶 还善良圣母白莲花 具备了一切和皇子谈恋爱的高端优秀品质 于是小赵就立刻情统深重爱他爱的死去活来 看到这我误了 这不就是古代版玛丽苏爸的皇子爱上我的桥段吗 京城里的小赵王妃刚生下了儿子 就得知了小赵坠崖的消息 这还没出月子呢 就得到处张罗丧事 可没想到这时 小赵却突然全须全已的回了家 竟然还愿意为了刘娥 守情守爱守身如玉 一生一世一双必人 而且刘娥在王府里也是马上就站稳了脚跟 她跟婢女称姐道妹 策反了小赵王妃身边的贴身大丫鬟 就连小赵王妃身下的皇位继承助推器 也得靠刘娥吼才能够不呼 咱们也不知道刘娥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马力苏魅力 小赵的皇位追推器儿子被刺杀死在了刘娥的怀里 按理来说 这刘娥肯定是要负着责任的 但是小赵就一点也不在乎 哭的死去活来的王妃 还去找老赵给刘娥求情 我上次看到这种偷外概念的渣男语落 还得是在又见一言又闷里 亲儿子都死了 小赵还想着就真爱的命 这编剧是怎么回事 是和继承大业的皇帝被写成了恋爱脑真的合适吗 不过在老赵的坚持下 刘娥到底还是被刺了多久一杯 但他作为女主怎么能这么快就凉凉呢 于是刘娥就被老家的小叔子救下来了 你说中国这么大怎么就能这么巧呢 反正你别问 问就是所有人我都得为女主服务 死里逃生的刘娥原本是要收拾铺盖回流沙河的 但是在路上 他又那么巧的遇到了当时刺杀皇孙的杀手 他就连忙跟着杀手来到了老赵的弟弟 也就是秦王的王府里当差 这下刘娥好像又从八道皇子爱上我 跳到了卧底偷公飞了 在秦王府卧底的这段时间 他弄清楚了是秦王的人搞死了皇孙 甚至还准备了一股作气搞死老赵 于是刘娥就脱小叔子联系小赵 理应外合的把秦王反杀成功了 一个村姑竟然能够搞乱秦王周密的计划 这玛丽苏光环开的有点大了吧 不过这老赵还是不打待见刘娥 总觉得这个女人影响了他和小赵的父子关系 刘娥倒是挺有眼力见 他自请离宫去甘露寺 啊不是 是留下了个字条 又开始了王妃妈咪带球跑 不过女主怎么能一直流落在外呢 某次小赵跟他的两哥哥一起外出质地水患 男女主还是在那门营里面世纪相见了 而且刘娥还顺利的生下了个好大儿 这下小赵更是爱他爱到了底 不过小赵毕竟是去办事 而不是找媳妇的 这质地水患才是哥三的本职工作 大家还都是皇位竞争者 刘娥一看不行啊 到了我力挽狂澜的时候了 于是他就带着好大儿儿觐见了老赵 咱也不知道为啥这孩子笑一笑就能够这么管用 反正老赵又给了小赵一次机会洗刷了冤情 还让小赵当上了太子 实锤了 这老赵鸦挑皇帝就是看繁殖能力的吧 转眼七年过去了 在小赵当太子的这段时间里 刘娥也没捞着个名分 等到小赵当上皇帝了 他也只能暂居王府 不能跟着去皇宫 那人家刘娥没命没份 还跟小赵一直在一起 不过人家小赵现在可是皇上了 哪能一直为了一个女人守身如鱼啊 在某次两人吵架之后 小赵到底还是打破了他的承诺 虽然真爱翻车了 但是看这架势 圣母的原谅还会远吗 这部剧吧 我看了十来集 一开始还以为是个证据 没想到又是个上阳父 加大情妇的玛丽苏魔改历史 用大量回忆补充剧情的形式 简直是看着人脑子疼 而且这样的开头 让人很难想象 后续得是什么样的剧情 才能够填满真正61级的体量 难道全是靠开挂的圣母玛丽苏吗 大家有这个时间 说实话还不如翻完历史书